最近地震频频发生 还有民众担心海沟型百年大震的周期是不是也快到了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国锋表示 所谓的百年大震大概是100年到150年 而上一次发生是在1920年 镇央在外海规模8.3的强震 距离现在已经超过100年 而灾害性地震大概是每30年就会碰到一次 像是921大地震就发生在23年前 规模达到7.6 他也进一步分析 平均每个台湾人一生可能会面临两次规模7以上的地震 而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则表示 相较其他国家 台湾的断层周期确实短很多 平均2、30年就可能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 上午9点21分 民众手机警报大响 921国家防灾日演习 距离921大地震已经过了23年 再加上这几天台东池上又发生强震 引发民众担忧 更有人担心百年地震周期是不是到了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国奉泽表示 所谓的百年大震大概是100年到150年 上次发生是在1920年 镇央在外海规模8.3的强震 距离现在已经超过100年 而在害性地震大概每30年就会碰到一次 像是921地震就发生在23年前规模达到7.6 这一次台东规模6.8地震规模将近7.0 他进一步分析平均每个台湾人 一生可能面临两次规模7以上地震 而台湾位于板块交界带地震频繁 有网友也好奇在网路上以地震时 台湾哪个县市最安全为题发问 有学者这么回应 台湾1972年开始说地震观 到目前为止 桃园平均只有两期规模 大于10年底的地震 桃园基本上地质结构上比较稳定 桃园台地或是领口台地 它是底下原本非常坚硬 另外一个还有云影 那个地方我们叫北港高区 不过也有网友回应 这次台东池上地震桃园一间运动中心的羽球馆 天花板塌落 这要怎么解释桃园是最安全的县市 看来不管在哪个县市 平常都要有防灾防护的意识最重要 记者桃园圈杨文豪台北报道